探业计划 重型火箭 太空空间站 一系列太空计划正稳步进行中 随着中国深空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远 重型火箭必不可少 但离不开一款装备助力 我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发射重型火箭 未来的空间活动 载人登月 深空探测等工程都需要重型火箭 其中航天发动机决定着发射成败 之前我国火箭发动机是120吨 目前正向500吨级跨越 成绩和增长 技术难度自然也是阶段性增高 不过从今日消息来看 进展很顺利 3月24号 中航科技集团透露 中航集团六眼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燃气发生器 涡轮泵联动试验取得成功 意味着我国500吨级重型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技术攻关 以及方案生化论证达到预期目标 涡轮泵被称为火箭发动机的心脏 至少要在一秒完成1.6吨推进器的高压输送 而且结构复杂 工作条件苛刻 所以设计出高效的涡轮泵 就是横发需要克服的关键技术 这次联动试验成功 标志着横发研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悉 正研制的500吨级 是目前我国最大推力的火箭发动机 助力我国后续重型火箭研制工作 有消息透露 将应用在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 预期在2030年成功发射后 将担任我国未来的大型空间活动和载人活动等 尽管我国火箭动力技术有了新突破 但重型火箭液体动力研制还存在困难 但是俄罗斯人曾无意间透露了我国的真实水平 俄媒曾报道称 罗方决定开始以中国共同研制超重型火箭发动机 但是目前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计划合作持谨深态度 因为中国具有极强的防制能力 不同的是 俄罗斯军事专家拉基米尔赫鲁斯塔料夫认为 中国的重型火箭研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不应低估中国工程师的独立性 俄中这次合作对双方有利 中国并不会严重依赖俄方技术 而且这次合作可以让俄罗斯拿到未来中国空间站的门票 俄中文字幕 李宗盛 俄中文字幕 李宗盛